合音啊 填詞是要 不如今次唱第二首 幾多啊對 自從愛到幾多歲 同唱這半世 多哼哼到去追 居世者摩托 歷九百歲有幾多 飛鎮飛骨 那個你冤啊淚 伴伴我參觀啊 風上雪雨會思緒 風上也要等天地溫馭 路上尾也許 從來不等對 各有各首帥 只要一家伴侶 Hello 今集會是回顧這次活動的最後一集 如果分N集去講這次活動的作品 很多人以為我的頻道經常講自己的歌 我又未自戀到這個地步 先多謝大家耐心等候 因為這麼多作品 要想一下哪些來講都需要時間 見到有不少DM 說多謝我 辛苦了那些 我都覺得很溫暖的 多謝你們 同時我也在想 究竟大家可以接受我點評到什麼程度呢 老老實實 其實我都怕玻璃心 所以我就在IG story 問你們想我點評呢 雖然大部份都是叫我大大力點評 但也有人老實叫我輕手一點 唯有對聽就聽 不對聽 大家不會有心情感 好 要快買家邊 如果不是有陣子就沒收工了 立刻來一開集的時候 就是有肥燃的茶記 通常我都比較少選很多口語 或者很市井的詞 不是因為寫得不好 而是我會想和曲子合不合 天梯這首曲就有點不合 如果是輕快點又脆味點的曲式 這樣寫其實都無雙大雅 例如近年的極浪漫超溫馨那種 不過用口語入詞 並不是純粹將那些 傻變D 滴變的口字邊的字 而是要將廣東話獨有的神髓帶出來 我們看看這首茶記 肥燃沒有用價價坨入詞 但有用到誇他 臨食硬 酒鞭相 不會令人覺得暖失之餘 還帶人入這間茶記很有畫面 要配合音樂的話 可能就要弄弄編曲 我們見到這間茶記是很老字號 會用迪龍去讚人帥仔 之後出現很多食物 手持有好幾個位都不合音 這首比較早期submit的作品 如果想多個星期才交 應該會有得編 例如prechorus 魚肉癡 如何能和雞絲鮮亂入味 他雪麻油搖兩滴 他雪麻油搖兩滴 寫作秘方麻油來兩滴 或來兩滴就可以了 臨色眼原來人群以寄荒用詞 問有沒有為 阿伯想初限那卡位 之後那句阿伯想初限那卡位 改為阿伯想選擇一個好卡位 是不是順口很多呢 接下來這四首作品 我會稱之為很穩陣的情歌主題 一首就是愛了才說 一首就是可惜不是我陪你到最後 一首就是愛到盡頭便是零 還有一首就是我以不記得你的名字 卻還記得喜歡你 先看看CY這一首 即管戀愛 其實有很多 萬人都可 歲月無力 將所有稀奇都撕破 第二段的 歲月無力 將所有稀奇都撕破 就這樣聽就沒什麼 先別想什麼以人法的 那些先 只是看 無力 如何撕破 如果將無力 寫為無奈 甚至是殘酷 整句才能說得通 接著就到 Pre Chorus 誰亦要來來回回都轉經歷病遇 自知如何來抱住 人沒法完完全全預計得到一切 沒有同行過 那類似經過尾不尾 來來回回經歷病遇 自知如何來抱住 其實是蠻好的 通常情歌總是有漢頭的道理 別管對不對 總之它放在這裡 就是這首詞想說的真題 沒有同行過 那類似經過尾不尾 我想是想說 沒有拍過拖又怎知合不合的意思 大致上首詞都有押云 在這位置沒有跟上一句 我手行就撿了 哪會懂經過哪可貴 或者是 這半生可錯過幾貴 都是表達不試便會失去經歷的意思 至於另一首遺憾恭喜 主題是清晰的 只是字眼上可以Polish一下 例如 孤獨的每天賞你 報竹給你 某君某天娶你 早已別離 初戀早處死 記憶如常迎風你 這些是比較舊的寫法 以及格局很緊 寫得很白 連幻想得漂亮少少的餘地都沒有 新娘結婚了新郎不是我 這種歌有很多 大家最記得的應該就是阿牛 首詞一開始就是說 他是一頭盲牛 順利地鋪了這位主角 是多麼死牛一變頸 但這隻牛也還有FF 硬頸道希望對方離婚之後 會和他一起 還想約到明年內生 給個想像空間自己 同樣的情況 遺憾恭喜這篇前 可以試下 將時間續推前或推後 例如去到副歌我見到 分沙中的你 還姓當初很美 而我的內在就更敢相悲 分沙中的你 還姓當初很美 當初這個位置 就可以製造想像空間 可惜下一句 他就很快拉到現在 哎呀我真的很不開心 那想像空間又斷了 我嘗試過寫作 穿分沙的你 如雪花當然美 純潔海未及舊記憶細利 不是很理想 但都叫做帶了人去另一個空間 主角和新娘都有些過去 青蔥的歲月 經那麼純潔美好 而又不長時間 至少聽的人 都會想回自己的puppie love 如果你只是一隻兵 那手詞就要寫到關自己的事 那別人沒有展示過你 又如何關自己的事 而是疑時片段的相片 又沒有理會呢 又或者幫忙拿機拍照的 又是你呢 順帶一提 小女子這篇詞 是修改過才寫的 而我又剛好看到它之前的版本 嘉賓席同時看某某親你 現在將席變成翼 整件事是不同的 雖然說來賓同時看著新郎新娘 在語法上是好些的 但不是個個都跟他們之前有路 在其他人眼中 新郎不是某某來的 我寧願寫自己坐在嘉賓席看別人 至少有個畫面帶到那種孤獨感 一班很開心的人圍著一個很慘情的我 來到Hey Bang的街燈 我個人是挺喜歡街燈這個element 首詞一開始就是以街燈的角度出發 去看路人的動態 曾說過你面前能與你聲越漫步 最終我隨人申報 這個寫法其實挺好的 有閉起雙眼理醉過臉雙眼睛 張開身邊境是水的感覺 但其他用詞就偏離了這種美感 同樣都是有些舊式的用詞 觸印雙分月老程素 另外也想提提大家留意詞語的意思 談情若是盡力配感空虛 我不知道Hey Bang想表達的 是不是盡力做一件事就會空虛 還是做一件事做到力盡所以空虛 盡力和力盡是不同的東西 還有就是賣醉 通常是用買醉 是買酒回來喝去行樂解愁 並不是買酒出去 我整篇詞如果用街燈去看世態來來合合 是蠻好的 用得這個物件就要寫下這個物件可以做到的事 首先街燈是一輪柱凍了 它是很硬碰碰很被動的角色 它是避不開去看這條街上發生的事 而且是沒有其他東西陪著它 很少可以有兩支街燈放在一起 它可能會有隻小鳥站在這裡挾腳 可能有人捱著它等人 諸如此類 值得參考的 有林直寫給王遠之的永遠紀遠 最暗著街燈仍遠遠照見我本身 將街燈的光照到一個人 而形成一個很長無邊際的黑影 去比喻漫長而無法預計的人生 整件事就很有畫面很真實 接著這首是叫你的名字 特令牙之旅我未看 但你的名字我之前看了 整首詞都有用到時空流星車廂 這些經典的場面 通常一首詞要說回一套戲 除了要選擇由一個角色出發點去說之外 最好就是捉著一個moment去寫 就當是那段劇情會播的歌 本身這首詞開頭寫得不錯 小小汁我會將流星者晚下來寫為集來 增強畫面感 失機一瞬間我會寫為爪緊一瞬間 加強動感 但同樣之後也會出現一些舊式的用詞 愛意、前緣、後世、天公、情在夢內 不算很多 不過令手詞普通了 可以試試寫得細緻一點 接著有四首作品 都是排名不分先後 但它們也有少少共通點 就是我們經常說的hook line hook line 通常都是解作一首歌的搶耳位 是一個比較商業的計算 並不是一定要寫hook line 亦不是首首歌都有明顯的hook line 但當要寫流行商品 就要考慮這件事了 天梯的hook line 就是幾多對詞俗愛到幾多歲 另一個搶耳位 其實可以是能撐下去這個位 不過只有四個字 還有兩個二字經 要拿來用都不容易 我有印象有參賽者跟我說過 這首歌的verse 是挺難寫的 因為音調起伏大 而偶爾我都發現參賽作品之中 有不少句子有不通訊的情況 例如虛聰所寫的蝴蝶 虛或流或許不可得太多操縱 雖然明白寫什麼 但就有點甩咳 不知道是否因為melody 整句比較長和高低音比較多 像Nana 寫這句 軟弱無力失足 不甘變得呼噪 都是有點不順暢的 其實如果遇到這個情況 都可以試試分開來寫 例如康的隨機亂派 就把長句分開做短句 填和唱的時候都會容易處理些 掉下來就只好碎開變痕多個 而Harry 寫的地牢這一句 再讓前時煙圈般吞吐間飄過 是OK的 這四首作品的副歌 都是有所鋪排的 花一世承受者一生的痛 很激動 無奈世間更失控 亦花香飄送 難再親手再種 從哪天掉落後角分細動 虛聰就寫 花一世承受者一生的痛 我覺得入得不錯 蝴蝶和花有一個既定的關係 而將花化為動詞 花再一世承受一生的痛 一世對一生 OCD的我就覺得很整齊很療癒 而第二句的Hook 花一世來換者一生的痛 都OK的 但如果你整首歌 講蝴蝶生命短暫 和面對風霜雪雨很渺小 我就覺得未夠 既然說得蝴蝶 就可以寫多些東西 講他們的美麗也好 講他們懂得散播花粉也好 美麗而翠弱 但也有功用 寫大一點就可以 講地球和環保也可以 如果善用Hook Line 我可能會寫蝴蝶效應 將這些毫無關係 很濕碎的東西 串在一起 可能對這個世界影響很深遠 花一世來承受一生的痛 於一念如蝴蝶偶爾觸碰 到底是甚麼事情可以發展下去 同樣 在副歌也寫了 花一秒 承諾過的有多少 多少夜明明是有過心跳 偏偏等不了前進的新斜票 熬過最省下又記得多少 這一世明利帶走有多少 傳起舊照 最後也要做決定了 放手都別未宣嘴 花一秒 承受過的有多少 這一世明利帶走有多少 用一秒對比一世都寫得不錯 可惜這首歌沒有歌名 而且節奏寫得比較散 沒有明確的主題就會失色了 但其實手詞是有些東西可以拿出來寫的 例如有車票 聖下 舊照 這些 為了不想浪費這些有質感的物件 我就膽粗粗試試寫 花一秒承諾過的有多少 多少夜 微妙地有過心跳 深刻的淺笑 無退色的車票 陳抱擁聖下又記得多少 這一世懷念放低了多少 痕跡無了 看著皺摺舊有合照 舊建築亦被拆掉 青春的初戀隨著人的成長 和大社會的變遷而成為過去 不知道這樣有沒有改了Nana本身想說的東西 Henry寫的地牢 整體都不錯 當初這些地方需要詳細交代 例如往日誰未甘心要把佈景扯破 沙憂淚不河 菜果這些 我相信有原因才這樣寫的 但因為鋪排得不夠 就好像砌得不夠完整 副歌的一轉眼和一轉念 都是有心思的 場內對比場外都是很鮮明的 歌詞就出現太多 煙灰、煙圈、套煙、塵埃這些 可以想想有什麼令事情實在一點 例如腹腸有沒有裂痕呢? 有沒有graffiti呢? 平滑還是粗糙? 有沒有野草? 有沒有鐵獸痕跡呢? 至於最後一句 誰在滑地自製爐 後來就收得不漂亮了 可以再想想它 另外這首詞我會覺得 叫牆會適合些 不論內外去看 都是對著一幅牆 分隔兩邊的人 接著就是康的 隨機亂派 我覺得idea是不錯的 一個心被傷害而心碎 變成心多多心花心等等 心一碎 無奈碎海幾千塊 都算壞 難度合拼過一塊 只好加冰塊 仍故傷者心態 而碎片掉落後再包崩大 心一碎 成地碎海幾千塊 隨機亂派 派掉過去換我愉快 哪天傷感挖太大 心一碎無奈碎海幾千塊 我可能會將無奈改為垂地 加強那個跌下來散開的效果 之後的只好加冰塊 凝固傷者心態 而碎片掉落後再包崩大 我都幾喜歡的 我推薦有些東西看下的歌詞 但要是有關係的東西 而不是隨便放些東西 例如康就用了冰塊 崩帶這些就是關事物件 作用就是凝固和包紮傷了我的心 要輕輕地Polish一下 我會寫 加一點冰塊 凝固傷者心態 如染色舊患就紮好崩帶 Overall 我覺得這首 如果撿得細緻一點是不錯的 接下來這首都是說碎片 記得有一集提過很多人用心碎入詞嗎? 其中一首是Jason 寫的《玻璃碎》 玻璃碎從未壞到變心碎 心狠淚沉澱過會看穿去 玻璃背一碎 平覆幾多思緒 好況怎將極難笑話一對 玻璃碎無定向上出詩句 隨風蕩去 再碎也帶著笑面對 細心欣賞變光滅 雖然她說未壞到變心碎 但說了那麼多都是想說我真的受傷了 先不要管手詞是不是Raf那篇潮文 我當她獨立一篇純情歌來看 打爛了的玻璃杯去reflect一段破碎的情感 是一個挺好的比喻 扮一聲個人是會醒一點的 我幾喜歡極象爛笑話一堆 把不堪的過去放在散落的玻璃隧 原來所謂的情感是多可笑 自己是多鬼穴 這些就是我們填詞所說 將一些不太美的東西 擁有美感的方式表達出來 輕輕撿一撿我會寫為 多得者一碎,陳鼠氣的絲水 如碎片極象爛笑話一堆 副歌Jason寫得挺漂亮的 唯獨最後那句 細心欣賞變國妙 是有少少迷失的 為何不押韻她呢? 再看看Verse的第一句 神光曬片青組 我想是想說灑片青組 太陽出來了那一刻 突然有光照下來那一刻 如果真的要用三點水的灑去代替曬 因為我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是寫著一個形態 至於寫錯字、錯別字這個問題 我在第一集已經說過了 不少參賽作品都有這個情況 記得多看一次份詞才交 當我們寫一篇唯美的詞的時候 盡量保持模式 例如吃早餐記得永不兇套 遊魂時拍一聲 就會令人看得很出氣 可以Polish 下去 在看大街作品的同時 我又想為何會這麼多人參加的呢? 基於好奇 我在IG story 問 是甚麼驅使你們參加這次活動呢? 男友朋友就答 想透過歌詞去表達自己 因為剛剛開始接觸詞這方面 想看看自己甚麼範疇好些 因為通過寫歌 可以讓我放開自己的壓力和抒發情緒 挑戰自己、把握機會嘗試 有些都說因為有我 想得到我的點評 不用賣口乖 雖然都哄得我多開心 有個就說找機會 我想是入行的機會 應該不是想認識女生 有另一位朋友也寫明想入行做詞人 有個就想說想量度自己和寫得好之間的距離 當然真的有人回答我 是因為愛哈利 接著我們看是Johnny寫的作品 我挺喜歡他用了桑這個element 頓時有一陣幽香 而且頭也開得不錯 帶你去一個畫面 帶到prechorus 就突然多出一些神明作弄 一念病容 如果他想說桑葉藥材 可以之前先鋪一鋪功用 之後的副歌其實前半部分都寫得不錯 月昌各圓著掛數穿之河 很希望能夠你撐過境況 經多少險惡 如寵擊的乒乓 求你可活著望世間跌倒 都表達到一種病毒無力 但仍然有再細心願未了的意思 整份詞我都是猜猜一下 因為沒有歌名 而且有好幾個位置就不合音 我看的時候都有一頭無水 很想看我是否錯過了什麼 但找不到答案 如果可以清晰一點 由前半首副歌伸延下去寫這個故事 應該都會是一個挺有味道的作品 之後就是Cat的時光機 這首歌其實寫得很正路 尤其是prechorus 人大了來來回回分開 不願是藥 眼睛無形燒窄 看夜裡如何形容下跪星空閃爽 比歲月望狂 再記起突然又零落 我覺得寫得不錯 而且會全段用入星雲來押 應該都填了遲一段時間 這段容許聽的人有很多想像空間 只是如果時光機 只是帶去不同的季節就差了少少 希望可以延伸去 再之前或之後 曾經發生或幻想會發生的事 現在我只是看到初春曆文 笑著 這些就不夠細緻 不夠獨特了 例如副歌提到的相機和菲林 裡面其實有什麼呢? 而主角其實有領略了什麼呢? 記憶解禁別離終歸這些 都可以嘗試用新的方式表達 另外還有三首我不懂得點評 一首沒有跟著melody去填 另一首我猜應該是填了國語 還有一首是英文 我們通常說改歌詞都要保留旋律 只是改文字 跟著旋律去唱新的字都要work 沒有跟melody填 我就很難評論了 至於國語歌其實我也有寫過 但始終還是喜歡寫廣東歌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製爪多 可以這麼迂迴曲折 嘔到一份詞才有滿足感 這次因為要填廣東詞 所以填了國語的朋友就很抱歉 有一首就填了英文 英文歌我就比較少聽 不過想說下的是 最近有一個英國唱作歌手 我都很喜歡 叫做Henry Moody 他的歌曲都是自己曲詞 而且歌詞都填得不錯 我推介他一首drunk text給大家 這首歌在我playlist裡長錄 英文歌好像他這樣傳段押韻比較少 還要不是說來講去到三幅屁 會段都有一些新東西 他用的字不深但處理得剛剛好 這位新人暫時推出了三首歌 我應該會繼續追蹤他 而且挺帥氣的 最後就是最佳作品 在編頭我有Rap到天梯去改 海闊天空兩段歌詞 大家猜不猜到為什麼呢? 和選出來的最佳作品也有關係 大概幾年前我看過一段影片 是Sea All Star 上了某個網台玩遊戲 古歌仔 然後發現 天梯副歌的第一句 和海闊天空主歌的第一句 兩句可以交換唱 這件事一直都放在我心裡 今次比賽我都預料有人會這樣做 果然參賽者Gym就是這樣做了 但就這樣搬治國只是不足夠 要看如何由一首詞帶到另一首曲 再表達什麼 就這樣看 Gym寫的海闊天高 只是老老土土地 但如果知道天梯和海闊天空 兩首歌旋律的奧妙之處 就會理解到為什麼Gym會用筆記和寒夜旅看雪飄過 其實是一個參考 為了不要令整首新的詞有過時的感覺 Gym沒有直接搬去天梯的旋律 反而是將90年代的海闊天空 帶來2023的香港 我們都知道 因應近年香港的社會環境 海闊天空是一首我們常用的歌 因為首歌就是講追求自由和夢想 在這個地方慢慢失去了的東西 我們都清楚現在的狀況 這首作品寫出了我們香港人經歷過和面對的事情 曾經這片土地是非常美好的 經過這幾年後 有人為了存活而啞引 有人努力堅守領土 有人繼續前行 但仍然心懈初衷 我們都目睹過當日發生的事 但同一個地方這一刻 看似風平浪靜 火不所有事都從來沒有發生過 我們開始轉向另一種生活模式 但骨子裡仍然是舊有的自己 有時我們看歌詞 可能表面上看起來普普通通沒有特別 但在我過去寫詞的經驗 很多時都會要求我們寫得似有或無 要拿捏好這個平衡點 順便想說一下 有網友提出最佳作品的押韻 Gym在pre-chorus用的放字韻 和chorus用的我字韻 其實是兩個不同的韻腳 雖然近十年八年 很多詞人都已經把這兩個韻通壓 但絕大部份時間 我都會把這兩個韻分開來使用 我的讀音是NGO第五聲 放是FONG第三聲 再用同聲調的字會比較容易看 多是D-O第一聲 當是D-O-N-G第一聲 一個是沒有鼻音的埋尾 一個是有嗡鼻音做尾音的 所以嚴格來說 這兩個是不同的韻腳 多數我都會選擇分開來使用 例如同樣寫給C-O-Star的 再不再見和相如耳末 副歌都是用了放字韻 極其量我只會用入聲角字來通壓 入聲即是沒有尾音 即是沒有拉長來讀的字 角是GOK 聲調是第三聲 在剛用的情況下 我才會將入聲韻 配到非入聲韻一起通壓 這是我自己的習慣 如果你覺得三個韻是可以混合來使用 我不會說你錯 因為每個詞人都有自己的一套 說到這裡 我又提醒自己要做一個押韻系列的教學 再次感謝活用廣東歌詞和143位參加活動的朋友 廣東歌要繼續走下去 一定要有人對它更有熱性 這次讓我感受到大家對廣東歌的愛 無論你會不會繼續寫歌詞 都希望你不要忘記廣東歌為我們 為香港帶來的娛樂、感動和勉勵 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崗位 去保存我們的文化價值 無論在地球的哪裡 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繼續做好廣東歌 我們下次再見 ás.